当地医生 悠悠一声钟响 这不是错觉 而是真正有一口黑色的大钟 在时光尽头浮现 对着楚风震动了一下 一刹那 他满身都是黑色符纹 到处都是腐烂的气息 密密麻麻的诡异纹路 遍布全身的伤口处 这是怎么了呀 他在进化即将蜕变时 被这样的莫测之力阻击 想是不详 又像是根植于大道源头的天生压制 没错 楚风认为 整条进化路出了大问题 其根本原因 似乎与大道源头有关 整条路都被侵蚀了 我要复苏 向生命更高层次越浅 他低吼 满脸都是血水 是从双目中流淌出来的 可是身上的伤口也越发的可怖 黑色纹路交织成兵器 插满他的全身 腐烂更加恶化 他整个人都要命归皇权了 我是不死的 怎么可能会在进化路上倒下 楚风低吼 全身都在绽放光辉 要驱逐那些神秘而可怕的纹路 运转呼吸法 全面洗礼自身的血与魂 同时 他掌身而起 从头到脚 铭刻金色蚊子 这是源自石冠上的特殊古文 紫褐色的小树窑洞 已经生长到六丈高 叶片翻动 宛若精卷在翻篇 并真的传出 让人静心凝神的诵精声 书题顶端 那朵洁白的花朵重新绽放 并洒落下白雾般的花粉 将楚风淹没 我要蛻变 我要变强 轰的一声 楚风周身澎湃 并释放出不灭之力 从头到脚 金色蚊子若永恒之光 将它包裹 溶进它的血液中 流淌向全身各处 对它净化 然而不得不说 这一次恶变极其可怕 它满身都是伤口 依旧带着腐朽的气息 并未能全部抹除 咳 查一声 楚风身体像是 有一条铁链崩断了 它血肉中的能量 像是火山喷发 在自身腐烂时 它的实力 居然恐怖的暴涨一大极验 恒尊 此时此刻 楚风成为天尊领域中的恒子辈 阳间古来难得一见 纵然是诸天史书中 都没有几人 最起码正史中如此 被技术的生物数得过来 楚风眸子熠熠生辉 流血的眼窝在玉河 周身金光如朴 自头上虚空中清血 覆盖每一寸血肉 目前他是单恒尊国位 这一次道果并没有同时进阶 不过他不急 今天注定要双道果 全部升华才可 但有一点不妥 他身上的伤口还在 腐烂并未根除 哪怕蜕变了称为恒尊 可恶变也还在研变中 并且这个时候 当地一声轰鸣 时光尽头大道本源深处 一口黑色的丧钟在响 他周身经营的部位也开始军力 并且要全面腐朽了 这是来自大道根源的致命一击吗 楚风不寒而栗 总觉得今天触及了什么禁忌领域 极其的非同寻常 他愈发觉得 这条路的问题很严重 在那源头有状况 并不为后人所知 或许 这就是前路断了 导致无一人可以跨过去 并成就至高果位的根有 这当中 必然有无边凶险 有极致恐怖 楚风伸开手 一片漆黑完全干裂了 原本他进阶了 正在蜕变 可是现在满身都发黑 走向摔朽 血肉溃烂了大片 楚风轻语 与刚才的特殊恶变经历有关 此外 我几点终究是还不够深 现在开始反噬 他没有慌乱 以超脱的心态审视自身 对于这种现象 他早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毕竟在周西家族的祖殿 他曾检验 看一看还能否再迅速进化 结果 当时他硬找出的景象很甚人 周族的老怪物明确告诉他 不能再冒险 需要让自身冷却数千年到一万年 再加上今天的恶变过于非同寻常 导致了他现在遭受大劫 他没得选择 怎么可能限制自身一万年 现阶段诸事都要灭了 他只争朝夕 哪怕行险也要蜕变 此时大能级的土质足够多 完全能支撑这株紫褐色的大树生长 整株树体都散发紫气 充满道育 凯天辟地的气息弥满 花瓣全部绽放 渐渐倾泻完所有的花粉 让楚风另一道果 也到了关键的地步 着实很可惜 花粉的药效似乎也不能完全 减缓楚风的衰竭变化 这严重影响到了进化 原本花粉足以令他生命升华 成就双横尊果位 可是恶变太特殊 吐来袭 他被阻击了 人终究是要靠自己 楚风轻语 在这种最危险 性命不保的境地中 他尽量让自己冷静 没有失去分寸 抬手间 他的血肉成块成块的脱落 那是被腐朽的气息磨灭的 还有骨头居然都疏松了 失去光泽 他静心悟道 将一生所接触的进化法都演绎了一遍 让自身渐渐空明 哪怕下一刻腐朽也不去管 楚风确定 倒印呼吸法终究是根基 抛弃一切 追本溯源 既然是花粉录 相对应的呼吸法就是根 他在推演 进行契合自身的吐纳 呼吸 浑光共振 事实上 这个时候 他连浑光都在被侵蚀 也如同肉质般 仿佛渐渐的腐烂掉了 无喜无忧 他再次盘坐树下 呼吸莫名的惊气 宛若来到了开天辟地前 一切都归于 太初回归起源 在这里 他能够看清进化路 楚风的确在物 与神秘道源交融 漫天的栗子扬起 像是黑暗中的无数烛火 又像是夕阳中的 无数蒲公英飞舞 到处都是花粉鹿的种子 那是灵 是最根源的物质 也有人认为 这是前贤英灵化成的粒子 不管怎样 这是花粉鹿的稻基 属于最本质的东西 曾冲进上舱之上 有没落回归故里 现在 楚风盘坐紫褐色的大树下 他在追溯 他要弄清楚这条路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既然他可以进入到 这一特殊的场景 或许说是奇异的领域中 他这次要走下去 看清这条路的某些本质 上一次 他就曾接触过 还曾带动老谷悟到 看到了这条路 这也进一步导致 后来老谷自身突破大能石 成就了大会员国位 漫天都是灵 无数的烛火摇曳 照亮黑暗 一条模糊的路浮现 楚风立身在上 他向前走去 时光像是静止了 感受不到他的流逝 楚风独自上路 两边是无尽的深枯 若是跌下去 会形神俱灭 这样的路 横跟深枯间 充满了艰险 他抬头时 已再次看到尽头的景象 短路 黑色天前横梗 挡住了一切 终有一天 我要成为花粉路最强者 他心有誓言 渐渐空明 任血肉枯竭 浑光暗淡 始终保持着宁静 无数的灵 在漫天飞舞 渐渐汇聚过来 扑就在他的脚下 构建出灿灿的稻纹 让他加快前行 此外 大面积的灵 越发的绚丽 呼啸着 如光雨般向着他身体扑去 滋养齐驱 腐朽暂被止住 但并未根除 不知多久 感受不到时光的消失 像是才一瞬间而已 可仔细去体会 又像是数千年过去了 沧海桑田 人间百事 楚风在路上经历了很多 走走停停 真切感悟 已私存了很多 他的呼吸法 都略微调整了数次 咳嗒一声 他体内传出断裂的声响 一道禁锢 一条大道链被扯断了 他目的抬头 已经成就 双横尊国位 airport链り 人间百事 满海桃 带来